而这几天关注的一个焦点是 东南亚华人界跟娱乐圈里 享复有盛名的白龙王过世了 虽然他生前每周只有三天见一百名姓众 也不收费由信徒乐捐 但是毕竟艺人口耳相传 所以外界推估他的身价恐怕难以估计的惊人 而外界更关心了接班人到底有没有呢 庙方也正式说明了 他们说白龙王只有一个不会有接班人 但是庙方呢 还是会在每个星期五六日这三天照常接受奉拜 那么更多在现场的讯息 TVBS的资深特派记者林鸿宜 也在泰国现场为我们报道 原本外界传闻 白龙王生前最宠爱的小女儿 有可能成为接班人 不过庙方在今天下午正式宣布 将来不会有任何接班人 因为全世界白龙王只有一个 白龙王的家人信徒一字排开 慎重召开记者会 小女儿一开口就说 爸爸的好 他想要认为其他人像自己 好 所以 您是需要睡眠时间 讲到从此安眠的父亲白龙王 小女儿开始哽咽流泪 一旁的妈妈心疼的 露露女儿 这场记者会 吸引中港台媒体采访 白龙王家人 深深一鞠躬 感谢外界协助 庙方也清楚表明 不会有接班人 白龙王庙 只有白龙王 就是白龙主持一位 师父师父一位 没有接班人 我叫庙 以后家庙修理 要是某个意思 叫庙翔盖 每个星期五六日 都有开 给大家来腐败 身穿蓝色西装 开心地叼着烟斗 以照中的白龙王 意气风发 神采飞扬的模样 因为对家人或信徒来说 这就是他们心中 永远的白龙王 挥别致爱的亲人与师父 白龙王虽然长辞 但是白龙王庙的香火 永远不灭 TVB的新闻 林侯一阳 青坡泰国采访报道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